港湾 但是女子小娜最近一在家待着 心里就发毛 小娜和丈夫结婚两年了 小两口一直挺甜蜜的 这天晚上小娜两口子在床上唠嗑 小娜的老公就突然间发现 这衣柜的顶上好像有光在闪 仔细一看 俩人当时就吓傻了 在衣柜顶上的一个旅行箱后边 他们居然找到了一个偷拍用的针孔摄像头 而且旁边还有数据连接线 和内存卡充电宝等等物品 两口子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这是你放的 不是我 那也不是我 那是谁放的 不是家里进人了吧 果不其然 小娜两口子一检查 那枚价值八千多的结婚戒指不见了 小娜就怀疑肯定是小偷